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痴小妹 我是花姐 好了本期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吃的 我们一起开箱看看 里面装的什么 哇冰桃葫芦 我的最爱 给大家看看 迷你版的小冰桃葫芦 哇 这么多的冰桃葫芦啊 今天可要吃个够呢 来来来 先来一根 哇给大家看看 这冰桃葫芦啊 上面还裹着一层糖栗子呢 亮晶晶的 嗯 吃到了三杂的味道 哇 看着冰桃葫芦啊 突然想起来那首 童谣 都说冰桃葫芦耳甜 甜你那个透着酸 哇 的确是又酸又甜啊 嗯 这个其实就是纯三杂 然后外面呢 裹着一层白糖栗子 外面甜 米面酸 嗯 一口一个 嗯 这样吃起来才就爽呢 小朋友们 你们吃过这么迷你可爱的小糖葫芦吗 这个吃起来比大山楂糖葫芦更有趣 更好吃呢 一股三杂的味道 好香甜 哎呦 别掉了 咦 两串小糖葫芦 啊 嗯 吃酸杂呀 开胃 小时候呀 记得吃糖葫芦 一个星期才能吃一串呢 现在长大呀 想什么时候吃 就什么时候吃 哇 今天这个糖葫芦吃的真的是太满足了 嗯 嗯 开心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创意冰糖葫芦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哟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